关注中共红色渗透 台湾的检调单位侦办共谍案 又一起起诉案件 统促党的温信干部 被中共统战单位吸收后 涉嫌拉拢台湾的退役军官 将信诸信的校级退役军官 来替中共搜集勤资 发展组织 高等检察署的高雄分署 今年5月间复训之后 认为这三人涉案情节重大 而且有串政逃亡之余 申请法院积压禁件得到准许 检方在今天上午侦查终结 将这三人依据违反国安法提起公诉 并且移送院方接押